据报道 国民党改革委员会的委员 将从15个兰营县市长 县市民代 区域民代 台立法机构党团代表 青年代表 学者专家和社会贤达中聘任 下设组织改造 两岸论述 青年参与 财务稳健等四个组别 将在3月底前提出具体改革建议 国民党的改革跟改造 它不是一天或者一件事情就会完成 它必须要去了解地方上的声音 所以我想刚刚在里面的条文 也讲到很多的面向 包含组织的改造 包含青年的问题 包含财务的问题 包含两岸的论述 其实国民党的改革跟改造 它的面向是包罗万象的 而受关注的中常委停选并严选案 由于多数中常委认为有争议 最后未通过 中常委改选 原则上将于3月7号 与国民党主席补选同时进行 我也用一个很实际的跟大家报告 国民党是主席制 而不是中常会制 所以我跟大家退回报告 只是去改变中常会的选举办法 我认为对国民党的改革毫无意义 大家只是把焦点放在这里的话 我真的跟各位媒体的好朋友报告 那真的焦点放错 在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之前 国民党中央党部外还有一场野生中常会 上桌突袭中央党部酿成紧张冲突的 国民党青年团前团长林嘉兴 22号下午发起第二波青党行动 再度率青年代表赴党中央表达诉求 只不过这一次他们选择平和的方式 在中央党部外自搭棚子 召开所谓的野生中常会 面对本次大选的乱象 选后到现在一周 党内同志还是很多人不敢 也不愿意说出真心话 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利益纠葛 这样那样的人际包袱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决定站出来 扮演这样的角色 因为年轻人最没有包袱 而国民党除了要寻找改革方向 在两岸论述上也引发诸多讨论 有青壮派人士将矛头指向卷而共识 国民党组发会青年部主任肖静岩 甚至声称 卷而共识需检讨 必须找到新的共识 也就是反对统一的论述 蓝营的15个县市长中 大约6位也表态称 现行的两岸路线应该检讨调整 对此香港中平社发表评论指出 国民党是百年老店 如果不要一中原则和反对台独 等于是在刨自己的根 若想未来在两岸继续扮演角色 国民党唯有守住卷而共识 岛内舆论也十分担忧 今后的两岸关系 蔡英文胜选后就有台湾网友表示 这让两岸距离战争又近了一步 台湾中时电子报表示 蔡英文的817万张选票 未必都赞成与大陆敌对 两岸有时之势应该产生以下共识 即我们仍然要尽最大努力 把两岸关系拉离战争边缘 结束作为优务 对我们画面的关系 双人满 对我们画面的关系 战争 全是最大努力 组合 现在